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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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跑进妄贵妃那个恶人谷中 你让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你就不替我想想办法吗 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替你想 现在吴恒殿也因为帮贤妃缠子而抖了起来 你说上你 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我告诉你 别隔三差五的跑到我这来诉苦 传到妄贵妃耳朵里 还以为我也对她心存不满 我会被你害死的 苦完了吧 苦完了回去干活 你不要做事 我还要忙呢 妹妹待会儿品一下这新茶 很清香的 来 好 原来是贤妃娘娘以前身边的林长一样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七巧参见贤妃娘娘 白妃娘娘 七巧 听说你现在在贵妃娘娘的宫中 做掌灯是吗 回娘娘 正是 人家是宁做牛后不做鸡头 你倒是好 宁愿辛辛苦苦的在贵妃宫中干粗活 也不愿意轻轻松松的伺候本宫 姐姐 有道是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你就不要为奇巧操心了 妹妹说的是 幸好本宫和皇儿福大命大 要不然死在这种人手中 真是死也不甘心啊 两位娘娘 就不要为这事生气了 气着自己真的很不值得 春华说得是 那我们一起喝茶吧 奴婢告退 恭喜贤妃娘娘啊 这小皇子长得活泼可爱 他日一定是个治国良才啊 多谢一副夸奖 本宫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的成长 其他的都不重要 无论如何 贤妃娘娘能为皇上 生下第一个男婴 这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潘大人所言甚是 太后为皇上子嗣问题 不知忧悉了多少年 现在总算是心中的石头落地了 张婴婴 小皇子现在留在太后宫中养育 那小皇子就有劳张婴婴多费心了 这是我这个甘外公的一点心意 还望张婴婴收下 不用 这是奴婢应该的 一点小意思 请张婴婴笑呢 来 拿着 谢谢潘大人 娘娘 小皇子已经出来很久了 奴婢要带皇子回太后宫中赴灭 好吧 来 当心啊 放心吧 娘娘 有劳张婴婴都都照顾 娘娘放心吧 再见 随后 恢备娘娘 老臣刚才进宫的时候 听到何公公说起娘娘缠子之事 真是险相还生啊 可惜前太后走得太早 老臣又身在宫外 真是无法照应啊 母亲 父亲 父亲 母亲 前太后就是在也改变不了什么 在后宫里面危机四伏 人心显和 要不是春华和百废 这次 我恐怕已遭毒手 先已试过境迁 娘娘别太忧心 自己在宫中一定要多加小心 也只能这样了 对了义父 我爹娘近况如何 这件事请娘娘放心 他们在外头一切都好 要是娘娘想让他们进宫见一面的话 我可请周太后稍作通如 暂时还是不需要了 刚经历了九死一生 我不想把他们也带进这个漩涡里来 说的也是 关于少人外和夫人 娘娘大可放心 老臣在宫外一定会照顾好他们 有劳义父了 请 请 请 对了 娘娘 老臣在进宫之时 遇到了一个人 谁啊 袁方 袁公子 也许 他现在把事情都想通透了 说想在宫中谋得一官半职 他问老臣当日前太后写的推荐信 现在还有没有用 那 义父怎么说的 人一走 茶酒粮 更何况 前太后走了这么久 如果 袁公子 真的想在宫中谋得一官半职的话 我想 还是请娘娘 有机会当面向皇上举荐一下 这样 会更容易一点 本宫举荐 如果娘娘不愿意 那就随她去吧 不是的 有机会 本宫会举荐的 娘娘真是宅心仁厚 老臣想娘娘此举 定能让她 走向正途 你要去宫中谋职 是啊 是啊 我已经通过潘大人 分别取得前太后和贤妃的推荐信 相信要在宫中找份闲职 不是难事 汪芝一直派人监视我 而且他也见过你 你进了宫中 万一和他碰见 那岂不是很危险 不如虎穴 烟斗虎子 我曾走访 被汪芝所害的商务官员 他们不是已经蒙难 就是吓得不敢再说真话 皇上要的真凭实据 我上哪儿才可以找得到 我只有进入宫中 找机会 去西厂调查 只可惜 我的身份暴露了 汪芝一直在坚持我 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不用请 汪芝自然 多行不义 避自避 我们一定能找到铁证 讲他正法的 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我还不上 我怎么会找到铁诶 拨子 我还不上 我再来 我都知道 我已经见到铁语了 我真的听到铁语了 我还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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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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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 以你的武功底子 本将军是不会把你这种人才举之门外的 明天到新华门报到 正式成为宫中侍卫 谢将军 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他们穿的禁卫服跟我们都不一样 这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西场所在 他们却由汪侄带领 监察朝廷内外有没有异动之事 与我们保护皇宫的职责有所不同 原来如此 夫人 这西场为何会有宫女进出 那是望值的对食 当宫女已经够可怜了 还要被赐予一个太监堂对食 那就更惨了 是啊 我的命 是一个弱女子用她一生的幸福换来 如果我不为她做些什么 我算是白活了 救杨勇的人 会不会就是她 走吧 厂公 吃饭吧 夫人回来了吗 夫人回来了 她说有点不舒服不吃饭了 命农塞告诉厂公不用等她了 不舒服 是啊 厂公 这是因您吩咐弄的烟堵仙 趁热喝吧 还要等等 您厨房煮一碗面 一会儿等夫人烧好些后 送给夫人吃 是 厂公 春华 春华 我让 厂公 有什么事吗 我可以进来吗 你别再吹风了 现在好点了没有 我再叫太医来看看 不用了 我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好 来 我让她弄了面给你吃 我现在还不太饿 要不先放这儿 我晚点吃吧 那好 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那我回房了 谢谢厂公 谢谢厂公 你进去吧 我 快要 你进去吧 你进去吧 我 没有 你进去吧 你进去 我 很快要 sovereign 张太医 怎么样 他是不是中毒了 产光放心 没有中毒 只是外感传理 什么 外感传理 这少长岳啊 前段时间可能已经染病 没有条理好 现在风寒 进入到他的五脏六腑了 严重吗 此病呢 轻则高烧数日便可康复 重则呢 重则怎么样 说啊 可能会致命 你一定要把他治好 否则我会要了你的狗命 长官放心 下官一定尽力而为 我现在就回御药房去开放主药 待会儿派人送过来 让少长岳扶下 小枫 在 快 跟张太医到御药房 等药好了就拿回来 是 成功 还有啊 此病会忽冷忽热 一定要细心照料 不能让他冷着 也不能让他冒汗之后 又吸回铁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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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在这儿 长工 不是叫你照顾夫人吗 夫人已经醒过来了 春花 你怎么 小心一点 到床上去躺着 我在床上躺得太久了 再躺下去 腰都疼了 那也是 来 把衣服披上 别着凉了 谢谢长工 这几天春花生病 让你担心了 别这么说 知道吗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不想让你先走一步 不然我会 来来来 我帮你把粥办一下 这是书房 这是卧房 都在一个院子里面 我曾经进过书房一次 但因时间紧迫 没来得及做任何调查 我一定会再想办法进去看看 希望能找到证据 指证汪值的罪行 岳大哥 西厂守卫森严 万一你被人发现的话 我在宫里有个朋友 曾经也救过我 他叫春花 他也住在黎明 我曾经见过他 万一 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去找他 放心吧兄弟 我会小心行事的 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不会把你的恩人 牵扯进去的 岳大哥 只可惜我现在进不了宫 帮不了你 你放心 我会小心行事的 二少爷 吃饭了 来了 走走 回来了 走 咱们先进去吧 好 给刀 根据扬今天赋 林指 好的 好 把 走 走 姑娘 别怕 姑娘 我是杨勇的朋友 好像是夫人的声音 走 我去看看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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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刚才不小心跌倒 所以叫了一声 麻烦你们了 夫人 你病刚好 小心点 我会的 有事我再叫你们 好 走 谢姑娘相救 要不是你说出杨岳公之名 我还真会以为你是个贼人 大恩不言谢 在下先走 姑娘 保重 等等 杨大哥 杨岳公 他还好吗 他很好 姑娘不用担心 麻烦你带我转告他一声 让他不要再做危险的事情 今日 你要不是遇见我 根本就离不开西城 姑娘的心意 在下一定转大 在下先告辞了 来 陈华 还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 如果也不是的话 我马上找太医来给你诊治 我没事了 长公 千万不要再强撑了 知道吗 如果我再有哪儿不舒服 一定告诉长公 上回啊 你算是捡了一条命 以后一定要小心身体 来 喝点汤 这汤啊 是我特地让他们熬的人参鸡汤 一定要好好地给你补补身子 谢长公 谢什么 来 这么说 你进了春华的房间 你还见到了春华 是啊 好险 可能他做了汪植的对视后 原本汪植的书房 改成了春华的房间了 那位春华姑娘 就是你一直不肯离开京城的原因吧 是又怎么样 现在除了留在京城 能让我感觉离他近一点意外 我还能做什么 你别太难过了 只要我们能找出 望之祸国殃民的证据 让皇上收拾他 我相信你一定能与春华姑娘修成正果 现在 我已经觉得这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皇上可以把他赐予汪植做对事 为什么就不能把一个宫女 赐予一个对朝廷有功的人 能与春华修成正果 是我这辈子 早已不敢想的奢望 原大哥 你看见春华了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面色苍白 身体好像不太好 他一定不好过 这一切都是火害的 如果不是为了救我 王子本已答应 向皇上禀告 撤去与他对时的身份 王子答应求皇上 撤去对时身份 对 春华以前对王子有恩 王子也是为了保护他 才求皇上 赐予春华对时的身份 当年 春华救过他 当春华被诬陷 令令妃小产一事 打入西场大楼的时候 王子认出了他 因此 春华才能小心 逃过这一切 王子 怎么回事 到现在周令云还没缔纳归案 你们西场的人就这么办事了吗 皇上 奴才一定会加派人手 去缔纳他 但是 同案的几名大臣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把周令云抓回来一并审问 是 奴才遵旨 奴才会加派人手 一定把周令云挤拿归案 务必办妥 退下 是 皇上 启禀皇上 贵妃娘娘到了 快传 贵妃娘娘 免礼 臣妾参见皇上 免礼 谢皇上 臣妾 不知皇上与汪长公 正在商谈正事 打搅你们了 没事 朕和他已经谈完 汪之正要退下 汪之 赞 务必生擒周令云回来 让朕审问 是 皇上 退下 是 皇上何事气恼啊 周令云畏罪潜逃一事 朕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汪之也迟迟不能把周令云抓回来 朕觉得其中另有文章 皇上 您一向都非常信任 汪之的办事能力 何须为缉拿周令云一事 而大动肝火呢 朕就是怕给他的权力太大了 让他支手遮天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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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巧遇上而已 娘娘别放在心上了 汪长公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汪长公想本宫在皇上面前替你多说好话又有何难 这个宝石虽然名贵 但本宫并不稀罕 如果你能替本宫办成一事 本宫助你一力又有何难 娘娘尽管吩咐 奴才就算赴汤倒火也会为娘娘效劳 但这件事说难不难 说易不易 究竟何事 就请娘娘跟汪之直说 杀了邵春华 汪长公不用马上回复本宫 不过 邵春华命丧之日 就是本宫对你再信任之时 到时候别说在皇上面前替汪长公说好话 就算是指鹿为马 颠倒是非黑白又有何难 汪长公你回去 好好考虑一下 杀了邵春华 汪长公不用马上回复本宫 不过 邵春华命丧之日 就是本宫对你在信任之时 皇上在周令云仪事上似有怀疑 万贵妃又趁机要挟我杀了春华 该怎么办才好 基苦 马上让江副将过没 上楼 真的 里面 咋 上楼 后 把握和镜头的 kısa 把握都做出的 把握? 把握和我出来 把握都打着 把握这个握 把握就出去了 把握一下 把握炸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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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了细枉手 裁服 长龚 这样人证物证可就都有了 江副家 你是越来越知道本长龙的新衣了 谢长龙在上 待会儿挑一句完全烧焦的尸体 就说是周令云 是长龙 嗯 皇上 昨夜我们 西场的全部禁卫 终于找到铁面人的落脚地 原来周令云也正藏身于此 当禁卫想要捉拿他们的时候 他们宁死不祥 结果引火自焚 最后我们在现场 找到五具烧焦的尸体 其中包括周令云的尸体 还要您看到的这两个 被烧焦的铁面具 那这么说周令云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了 皇上 现在周令云的尸体 还停放在西场之内 如果皇上想要看一下的话 奴才可以带皇上去见证 不必了 把这群乱党的尸体挂在城门外 以警效用 是 皇上 还有张恒那几个朝中大臣 把他们打入天牢 秋后出展 是 皇上 皇上 你接下来继续追查铁面人的余党 务必要把他们全部铲除 奴才遵旨 我都被冒掉了 这下轮是严育 我都被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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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